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大家好 回到來錄場新訊號 有大隻Sam 在這裏 大家想見到的小背心 今天看到上一首轉了 甚麼上一首 因為今天不是阿迪做上一節 今天立刻穿上一件小背心 每一天都有一件小背心 這裏不是最近公司很涼 我最近在公司這件我經常穿 最近天氣是涼了一點的 所以你有病了 有機會 真的很嚴重 好了 我們馬上看看市場 指數到跌了 是的 資金流如何 先看看指數 稍後問Hailey的尾股 Sky 問了很多 稍後回答你了 285和3690 稍後看 上個星期四和大家說 就是處於一個 不知甚麼位置的位置 簡直說沒有甚麼位置看 上個星期觀察到 資金方面的話 可能都是因為大市方向欠逢 上個星期和大家觀察到的資金 其實是偏向縮住的 今個星期是怎樣呢 其實情況好了一點點 譬如我看五日資金流的話 比較明顯你看到仍然 恆子的牛證都 五日來講都錄得一個可觀的資金流入 所以相對於上個星期來說 今個星期好像找到一個位置 雖然它今天升完上去又回到 其實昨天的市況都是類似的 也不能夠 但是相比上個星期 看到過去五日 資金開始增加了一點點動作 但是也不能說很積極的 因為你看到 除了騰訊牛的數字比較可觀之外 個股方面的資金流 老實說這些數字 就不算很積極的 甚至乎你看到 美團呢 美團多不多呢 因為它出業績嘛 多不多人罵呢 這個又 美團除了大家講它的業績 雖然它就是出業績 但是最近市場上更加關注的 就是它會不會發CB那些 老實說這些是沒有人知道的 大家都是猜猜一下 資金方面的話 五日你看到好倉也是為主的 但是五日加起來 資金也是1200萬左右的話 又不算是很積極的 看看淡倉方面 美團那邊有沒有人部署呢 見到五月底的時候 偏向是流出 近幾天流出轉流入 開始多一些人搏去和洪去 但是資金又是不算很多的 變成這些位置 其實就有點兩頭不到岸的 如果你說看大市的話 譬如你說看恆之圖為例 是 上個星期四是哪支呢 大概都是這兩支 那你見到其實就 全部開了一條很長的上映線 如果大家這幾天有炒都知道了 全部都是以為它很厲害 之後又回落下來 那見到市況都是比較反覆一點的 嗯 先看看 很多問題 那你不如給一對牛熊給大家 先看看指數方面 指數方面的牛熊是 對 先帶著先 是未有的 哈哈 那美團有了吧 指數我們很快就有了 大家敬請期待一下 美團那邊的話好 對 先給定 因為也有觀眾問起美團 但他想要配合的 好啊 配合的話呢 先看看 配合的話就 你看這支吧 二四六四七 這支可以留意一下 這支呢 就大概輪格八仙度 正確的 價位幅度一成左右 那年期都是偏短的了 但是美團屬於引申波幅 比較貴的 所以你看到槓桿都是做到四倍 但其實調款各方面 其實這支已經是 比較以美團的配合來講 比較適合用來做這個 短線部署的 嗯 好啊 先帶著這支吧 我可以講版 是的 小智你好 是的 小智在這裡 不止光板 問你什麼時候要巡留 不是 先巡留在這裡 好啊 另外也有觀眾問問 四條狗 四條狗 是的 四條狗就 五元 我們那邊看到有資金 曾經試過放這支 二五五六九 但是不成功的 因為你看到它兩棍 隨著遊戲方面的消息 其實是夾上來的 嗯 但是之前這些位置 它在低位搖的時候 其實看到資金是有嘗試搏去穿底的 因為譬如你以圖看長一點 其實它上次 大家知道這個什麼政策消息 不重複了 嗯 因此之下 減回下來之後 其實呢 大概若摸這個140元左右的水平 這個範圍是挺關鍵的 嗯 之前對上幾個交易日 你看到在低位那裏磨緊的時候 再加上市況 有些資金是嘗試搏下去 看看它會不會穿底走得快 嗯 但是兩棍夾上來 那些資金都傾向收了手 但是我妄議的話 其實就 如果你以圖論途 它的走勢都是比較偏弱 小一點 嗯 所以其實都可以先觀察 CALL PUT都可以留意定 如果它穿底的話 其實這隻2569 屬於行駛比較遠一點的 的搏輪選擇 所以走多段的部署 其實2569都適合 行駛放在111.88 這隻2569就是妄議的搏輪 CALL呢 CALL的話 旁邊有一隻 都是比較偏貼價的 駁去兩棍度價的選擇 就有一隻2542 是 都可以的 這隻3.5倍槓桿 是啊 因為我看到它 原來那隻遊戲是叫做 無妖王之路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它好像說 都是那些暴雪東西 魔術世界 是啊 都是那些暴雪東西 重返回國內市場 因為老實說 新聞是厲害的 但是問題是 它不是很新的 很驚訝 其實 我之前其實有的 之前都 我想說那隻蚊子 不斷飛來飛去 很煩 這些邪惡 也是 是啊 繼續 所以你說這個消息 可以幫它的股價 達到多少天 其實仍然是有待觀察的 而市況方面的話 其實跟上星期一樣 大家在這些位置 是要做判斷的 你究竟是非常看好 覺得它仍然整固一下之後 很快又上20樓 樓上 如果你是這個判斷的話 其實你的策略就應該是找位 撈一些大股 譬如之前炒得厲害的中特股 或者是找位撈一些科技股 因為如果市場可以上兩萬多點的話 其實以近期的市況來說 比較可能就是中特股再發力 或者是科技股終於叫做 比較做好一點 你的策略就應該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是這些策略的話 你想看些什麼可以在這裏問 如果你不是看得這麼判斷的話 可能你覺得市況其實這個位置 都要整固一段時間 其實變相可能短期 它就會出現炒股不炒市的情況 你見到今天來說的話 其實雖然市回 但是相對上有些板塊 譬如上星期新信號提過的一些新片股的話 其實個別板塊是明顯和大市的走勢 就比較獨立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沒有這麼判斷的話 你現在的策略就可能就會偏向 我究竟可以選擇什麼板塊來看 或者選擇什麼個股來看的話 所以這些都是要思考的 當然如果你說 其實我覺得指數升到這個位置都盡了 大市都要急回 那你就找些東西發揮 如果你是這些看法 你也可以問的 那追蹤一下上星期的新信號 就是講過一些新片股 981和1347 嗯 那就 沒有 上星期整理了拋幫 跟大家介紹 所以希望大家看完也有所得著 不是的 我看有觀眾說之前跟了255、4、1 這隻是1816的股卵 1816也有多人問的 1816也是它屬於比較炒股不炒市的其中一隻 很厲害 因為其實它和電力股 包括之前的新信號 也有些資料跟大家說出發生什麼事 如果以近期走勢來說 升勢沒有之前那麼零厲 但是它叫做大市匯得比較厲害的時候 它也能保持高位整固 嗯 之前其實第一次上來做節目的時候 好像是說一隻二媽四、二媽九 是 這隻也可以看的 比較短身貼價 它現在因為升了很多上來 如果你想再看行洗價高一點的 就是二媽五、四、一 就是另一隻 這兩隻都可以選擇的 是嗎? 相對上的話 如果你說選擇 可能是二媽五、四、一號 因為它的實際槓桿 做高一點 我相信符合大家的口味 嗯 大家馬上問一下華電、華能這些 原來估計整個版塊 近期走勢都能保持到的 譬如華能 因為有卵 所以我會華能看多一點 嗯 雖然我自己是還未出的 但是行程方面的話 其實你也會看到 就是它的走勢和大使比較獨立一點 嗯 但是就看看能否打算破頂 但是這些位置是未必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只看的話 譬如一些技術分析樓派 它是會寧願真的破了才算的 嗯 那就看看你自己的策略是什麼 其實它今天也差一點點 如果破這個五十二周高位的話 是的 但是它有機會不破 所以都是看你自己的那個策略是怎樣 好多問題 先問這個 293 293 293 我正在觀察中 293我看到阿索 或者有其他的市場人士 都有講過一下 是 但是反映在股價方面的話 近期的股價就不是說 有什麼特別向上或者向下 一個明顯的趨勢走出來的 那這一隻所以就 也都不是 就是除了阿索 我知道阿索有提 那除了阿索之外 譬如你說近期會不會 譬如說很多大刊報告啊 或者很多相關這個行業的一些消息出來 又好像不是 所以你看到就不是說一個大事的焦點所在 嗯 譬如你說資金流的話 可能好倉 那麼五天合計有100萬 100萬其實以293的來講 印量中已經算是比較偏多 是 譬如你看十天可能再 對 因為你看到他五天 他都是最近五天才叫做有人看好倉 你看到他十天和五天的數是差不多的 其實他平時的話 有個十萬二十萬都算厲害的 所以不是一個 市場主流的焦點所在 嗯 先保持一下 如果有三證股 因為接下來它是 8月7日會有這個業績出 是的 那麼大家可以 大灣區航空有條IG片 阿里阿里 阿里阿里 你很厲害 可笑 你很厲害 不知道什麼小姐 整班機在等你 我沒有啊 我沒有看過他 你沒有看過嗎 那個做得不錯 阿里阿里那個 什麼來的 我沒有看過 他在IG出了個 那些叫做 Veels 出了個Veels 阿里阿里 你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 但是我沒有看過那條影片 對 待會兒我看看 是的 那個真的拍得很好笑 真的嗎 真的拍得很好笑 我等一下看看 真的拍得很好笑 我覺得是一個成功的 糟了 我到現在還沒問到Haley美股 因為我看到王仔又在問這個 是 我再問這條 一會兒問Haley 然後問一下Sam 今天帶了什麼新信號上來 好 要排隊 對 要排隊 之前都沒有試過排隊 他想問科子 是的 科子 科子 最近怎樣 科子的話 其實就跟過時 很容易 因為你看到的話 其實近 這幾天的試況來說 是 你看到指數 其實有 叫做 剛剛看過 指數其實過去五天 其實也算是彈了一點 雖然他經常是彈多多 然後又回下來 但是 他也叫做 咬腰頂到下 就不是說走一個太淡的走勢 而當中的話 其實就是 科子那些的話 表現都可以的 尤其是科子除了大家看的 那幾隻ATM 那些比較平台類的話 電重車其實這段時間 也算是做得好一點 所以整體來說科子那邊 過去幾天的表現都不差 資金流的話 就不是說 也跟剛才一樣 整體來說 不是說過去這五天 不是很多人積極部署的 我們科子有一對的 call put 就是用科子ETF來出的 是 就是call 25425 嗯 就是25426 是 上次也跟大家講過 出的時候 就是我們研究到 如果我掛這個科子ETF的話 好像出來的槓桿高一點 所以就選擇了用掛這個科子ETF 就是這些技術原因 但是因為科子ETF本身也是掛科子 所以那個在價格影響的因素方面是類似的 call 25425 是 他說要紅 紅的話我幫你看看 如果你想做淡的話 這隻鋪 你可以留意比較一下 這隻25426 就五倍槓桿 紅的話 用手沉氣幫你看看 這個3033 就應該有沒有紅 也有紅 這隻距離現價一成半 就告訴你 是有紅的 如果你用3033的話 科子就幫你看看 科子 她想要 她想要紅 不過不 看看有沒有 她想要紅的 收回價4,200 4,200 收回價4,200 是有的 你見市場上 收回價4,000 和4,400 都有選擇 你可以用手沉氣看看 我們就沒有 遲些我們應該七八月左右 估計有機會出來 好的 然後呢 我想問是不是這個 你在說 是的 原來這個 你有看 但你不知道是台灣區巷 是的 我沒有留意 我心想 什麼事 最近每個人都拍這條影片 是有點麻煩的 是的 我馬上不想看 你明白嗎 但我看見朋友回負責說 這個很好笑 哦 那我再進去吧 看看她的背景 原來全都是在笑 我覺得很煩 這首歌 你明白嗎 是有點煩 就是沒有也有點煩 我先回答 馬王姐 25426上了 你見我們拍齊 0.228對0.229 這個是我們的莊家牌 好 不過這一隻 因為上市了不太久 而且這一牌 沒有什麼人追估科子 嗯 所以你看見她就沒有成交 嗯 那報價機 我知道報價機 個別報價機是這樣的 它有些機制就是 如果她沒有成交的話 那很多資料看不到 嗯 但是如果你看報價的話 你就會看到 那是有開架的 這一隻上了幾天 我忘記了幾天 總之這隻很新的 是 而25425呢 你會看到這些資料 因為這一隻其實成交也不錯 上市以來 就是看到過去那幾天 就是那些資金 都有些資金會去撈下 但是過去那幾天 追估科子的 就不算多 嗯 好啊 有人叫她水晶大小姐 不要啦 這個不是我 我不想跳 留給你跳 可以嗎 我平時看你這個 不是她跳的 是兒子跳的 不是啊 平時我看她的故事很精彩 哈哈 哈哈 我覺得留給你和你的朋友跳會好一點 哈哈 不是啊 還是留給牛牛跳 牛牛之前出了幾個這些作品 就是牛牛和Joy跳 是嗎 哈哈 不行不行 我有包袱 我跳不到 你待會問一下牛的意見 是呀 我待會問一下她 你待會問一下她 你待會突然她去做節目 是我的待會 就是我們兩個夾一拍 什麼啊 你兩個 哦 是呀 我沒有 這些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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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馬上問一下Heddy 喂 昨天 昨天焦點 全部 是 全焦點 英偉達 你又你說 我先開一張港故心片 好啊 其實整個版塊好看 上個星期過山車 今個星期衝上雲燒 真的瘋了 很多次 衝上雲燒 不是啊 我中文不好 很好啊 衝上雲燒之後 那拆股嘛 股票又多討論到 品牌又做得好 Janson Huang又會出來說 喂 我現在要做什麼大件事 大家跟不跟 跟就跟我一起買NVIDIA 他最近最大件事 是簽名的那個 我想說 我知道 有看到啊 他假如是我的人生偶像 其實他應該是第一個 這樣做呢 是不是呢 商界好像很少聽過 而且那個女生也很爆啊 這樣 算了 他連女生也放出來 那個女生就播出位而已 你實說 那 但是 他也是我現在人生偶像 新偶像 真的太強 真的太強 是啊 這個人就是值得尊重 只可以這麼說 強勁 只可以這麼說 比類軍那樣沒得比 真的強 但我想問呢 你是拿著做的 正股 是嗎 是啊 不拆股 你打算拆股之前 走呢 還是有他 不走啊 我就是之前 他一開始說拆股 兩個星期前 宣布拆股 確認的時候 就馬上有 Diamond Hand 然後就Diamond Hand 是啊 還沒有到Diamond Hand 純粹 我看你很開心 我看你很開心 我很開心 我很硬 其實不是很開心 就是 因為 前天的快問快答 也有很多人說 芯片版塊 因為你說什麼方面的新聞都有 包括Elon Musk說說 他的芯片想 不想放在Tesla 反而想放在X的AI 放在Twitter 不太知道他完全 整個AI想怎樣做 對於一個社交平台來說 嗯 這個又有些討論到 因為Elon Musk說什麼 也有討論到 他再加黃仁芬說的 不同的東西 的branding marketing 做什麼也好 都很大討論到 所以 這件事就算是娛樂性 也很高 所以不要說整個版塊 當然 我看剛才有觀眾說 ASML和台積電 這兩家都有一些利好的新聞 有些合作 有些2mm的芯片 將會有一些大型的訂單 所以 這麼多利好的新聞 娛樂性高 商業性又高 假設利益率也高的新聞 前提下 這個芯片版塊 現在值得留意 但是 比較多人問 是現在值不值得入手 對 你覺得 我看今天還有 我覺得回了一點就值得了 有很多人 現在很多人正在看 那你正常 大家都覺得 有很多人正在看 很多人正在看 都在說財務自由層 真的 可以回一點 好 大家記住 又回到前個禮拜 前個禮拜 就是這樣 前個禮拜 前個禮拜 就是在說 就是在說 現在日後節目 大家又深思思 在看美股的時候 其實港股你都 就是 我覺得港股好看了 也好看了 又娛樂性高了 我們一定希望 今天 其實就是 這隻二媽五媽零 多少人聚 暫時觀察到 真的 我猜 有機會不是全部都是 地址 所以這隻你可以 收市之後 看看二媽五媽零 街貨量 最後有沒有增加 我們看到 包括我看市場上 整體那些 1347也好 或者98億那些 產品的成交 觀察了 我猜應該是 這一兩天的資金 才真的 去留意 去沖這個板塊 去看那些豪倉 這些大家都可以 收市之後 去看看資金流的數據 看看是不是真的 這件事 因為上個禮拜 《新信號》說的時候 其實就是大概這些位置 其實這個動作不算很大 所以你見到近期的股價 才是比較明顯 有些技術上的突破 所以也要看看 資金會不會繼續留意 其實我想也會 你美股那隻 升得這麼厲害 因為很大 還有芯片板塊 全球的相關比較高 全世界都需要 未去到 可能搞智能 美國會比較發達 可能內地或者怎樣 差一節 沒有這個階段 或者說這個階段沒有這麼大 就是芯片全球掘起 然後台積電又爭氣 其實你整個板塊都吃香 因為大家想進步就需要這樣 是的 所以反而我覺得 1347可能去到這些位置 暫時 我也覺得可能 偏落後一點 如果比起美股的NVDA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這一隻拖2500 沒有得比的 這個又沒有得比的 這個又沒有得比的 首先 當然不可以比 但是大家都可能 想在港股上找些 找些炒 是的 這個都可以想想的 我覺得 值得留意 既然這也是一個舊全球的新聞 港股有辦法 上次就是 上次就是 就是說 資金好像就是 國家隊要出些什麼消息 然後炒什麼辦法 大家可以去觀察 是不是會還有這件事 如果你的策略就是 跟資金炒的話 你看今天 剛剛看1347 981其實今天也是大棍上 我本來是15% 我們這邊是2502 今天也有些資金看的 儘管看看是否地區 有機會這隻街貨量也有所增加 劇華呢 同一日出的 這兩隻 這隻就2502 槓桿上 好像這隻比較高 是的 這隻可以的 實際槓桿做到5倍左右 價位幅度20% 這隻是2502 好啊 那個新訊號 可能就要留給牛牛 好啊 沒問題 稍後再說 下次很多事情要討論 你們要記住問一下 牛牛跳不跳大小姐 我會提到 你們不說 我會提到 這節差不多了 稍後再見 是